request 拿掉 也等於是說我們不需要request 我們直接把這個字串直接就放到 我們的一個變數裡面 也就是說 將來等同就是說 我們將來是從request get 過來的東西 其實也是一個.test 的一個結果 如果說我今天直接這樣比較單純 你可以做練習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說有一些其他的干擾 應該會更清楚吧 反正你們就這樣練習 但是我建議各位 將來慢慢還是要有一個結構的概念 像這個資料我是建議 因為它的結構應該這樣 這個沒有做階層 我的自己的習慣是 因為最外層是html.html 所以我會習慣把中間的東西 旋角按個tab 鍵 它就像下一切 然後head的話找到它的頭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所以會把這中間的東西按個tab 鍵 然後呢 body的部分在body到body中間 所以這邊的話我喜歡按個tab 鍵 當然因為那個html 它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一樣可以執行 沒有問題 只是說呢 如果你的這個程式有加上階層的話 其實說真的看起來也會比較賞心悅目一下 也會比較感覺看的會比較清楚嘛 不然的話如果全部都放在同一階 說真的有的時候有頭沒尾 頭尾在哪裡你也搞不清楚 這樣的話會比較清楚 說真的 不做沒關係 做的會更好 ok 那 另外就是說它跟那個python不一樣 python是階層一定是必要的 因為階層在python是程式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忘了按tab 鍵 那不行 它會出現錯誤 但是html不會 可是做更好 ok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找什麼 Halo World 1 這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因為這個p裡面總共有三個 所以我可以find什麼 findp 如果我要剛好抓第一個的話 那我就直接find 有沒有 sp這個 這個beautiful super 物件 它去find 當然因為find的話 我講過只會抓到第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抓第二個抓不到 如果第二個的話 那你要別的幫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定會得到Halo World 1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抓的是Halo World 3 怎麼辦 第三個 對 find all 今天也可以用finance 有沒有 find有個finance 但是我覺得 有 有啊 之前我們有打一個finance 只是說很少用 那我怎麼用 就finance 給它下一個下一個 細節可能再看一下 但其實說真的可以 但是不好用 所以我也比較少用 find底線 好像是吧 找一下 一定有這個方法 find 有嗎 之前我們有點的 點find 有嗎 findness find all findness 有沒有 底線ness 有沒有 它有個ness的方法 然後你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你也可以試試看 這地方 因為是有沒有find底線ness 有沒有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能不能找 你會發現 他find的方法一堆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都很好用 而且說真的 不見得說 你需要把每個都搞懂 因為最重要是 可以解決問題 優先 所以我發現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我要找 第三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find all find all裡面的話一樣給它批 但是它回來的話 基本上一定會是一個什麼 一定會是一個 串列 把它print的出來 那你會發現它串列就長這樣子 有沒有 好路一個串列 然後的話會是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我乾脆很簡單的方法 我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 其實只要怎麼樣 在這個的後面 我只要給它一個中瓜糊 意思就是說 這個串列裡面我要第幾個就好了 比如說我要好路獲得3的話 那就0 1 2 我就輸入2不就好了 OK 把它執行 好路握著3出來 那如果我只要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是什麼 在這邊加什麼 點test就好了 這樣執行 就OK了 好路握著3就抓到了 有沒有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將來你可以 很多的不同變化方式 你不要就只是好像 像那個鐵板一塊 不懂得變通 說真的 很多時候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這樣抓 我有點想不通 因為我是直接看到問題 我用我很直覺的方式把它抓回來 大概就這樣子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我的需求 我要的是什麼 好路握著1跟3的話 先1再3 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這個地方 如果它不就分兩行算了 有沒有 先好路握著1 跳過3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跑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用step 那這邊的話就0 有沒有 先輸入0 就是好路握著1 再輸入3 那執行的話 不就好路握著1跟3了嗎 OK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練習 那這個範例的話 其實也是參考我們這本書裡面 所提供的sample 不過這本書上面有一些些的問題 哪個問題 它這個地方 我們用的這個後面有沒有 有一個常數叫html的.path有沒有 那這個已經內建在那個library裡面 就是Python就有了 但是這個書裡面 它喜歡用這個xml這樣子 有沒有 那這個方式的話也可以 但是它需要額外安裝 OK 那有什麼好處呢 用這個方式的library 它會 讓你的抓的速度會變比較快 可是問題 目前來看 我們還 因為我們抓的東西還沒那麼龐大 大到需要更快 而且快慢有時候其實 主要是根據server它的流量 你即便你想快了 那人家流量就這麼大 給你的這麼少 那你能快也快不了多少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另外還有一點這本書發生了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什麼問題呢 不知道該該怎麼講呢 它new 的名稱居然叫什麼 居然叫BS4 OK 有沒有發現 我們新增的模組叫BS4 它這個名稱呢也叫BS4 那會怎麼樣 名稱怎麼樣 一樣 會造成 它會搞不清楚 到底你講的是BS4 是你新增的這個BS4 還是你 import的這個BS4 所以會造成找不到那個module的錯誤 那為什麼我這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我是真的拿它的sample 把它拿來run 結果發現奇怪了 天啊怎麼會一直runrun不出來 明明層是沒錯 但是一直鬼打牆 後來我看它的敘述 發現說原來它同樣的名字 所以特別注意哦 以後見module的時候 特別小心 不要取一樣的名字 像之前我發現有同學去 就是說呢 import的那個名稱有沒有 跟那個你見的module名稱 一模一樣 它也是一樣 就怎麼樣 怎麼執行就錯誤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 因為有蠻多同學 做同樣的不聰明的事情 OK 另外還有一點哦 那個module名稱 還有一點哦 可能要特別小心哦 請你不要用什麼 類似像一二三這種名稱 就是數字開頭的啦 再次提醒 module名稱 不能用數字命名 也就是說你前面可以加一個 加一個英文 加一個中文都沒關係 但是就不能單獨只用數字 這樣子也會造成程式錯誤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老師 我城市都照你的 而且我貼你的 怎麼執行都不行 嗯 想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都沒有遇過呢 我幫你看一下 原來是這個問題 怎麼樣 因為命名方式的問題啦 所以 有些小細節 嗯 我都沒有發生過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都知道那邊有 有一個洞 我不會往下跳 對 因為我會跳 我會繞過去啦 可能也是經驗的關係 所以特別把那個 有一些錯誤 都把它避開的話 那以後你們寫程式 也就不會有錯誤了 OK 所以理論上 你們有時候問我 為什麼這樣的說 我也沒辦法回答你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發生過那樣的錯誤 因為我不會做那樣的行為 當然有時候我看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只要避開 就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要抓Hallover 3 或者Hallover 1 3的話 這地方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地方 也是蠻方便一點 就是說 這個可以學起來 就是說 你只要是 上下都是三個雙母號的話 那就直接可以把你的 那個網頁的原始碼貼到中間 來做練習 所以以後呢 假如說啦 你想要抓某部分 那個 網站的程式 你假如抓不到的話 沒關係 你甚至可以把那個 你網頁的原始碼 部分啦 不要全部 部分貼到這邊 然後踹踹看 然後試試看 如果奇怪 怎麼還是 不OK 那表示 就是你試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容易找到問題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要直接去看原始碼 有時候光是原始碼都幾千行的話 真的要抓到問題 恐怕不是那麼困難 你可以把那個部分的原始碼貼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找到抓你要資料的爬蟲的方法 OK 試一下 試一下 OK 試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